大辽监狱的整起事件现在已经告一段落 不过接下来要开始追究的是责任问题 这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人出包 田狱长去换人质这样的做法真的恰当吗 熊剑现在左手要调查 暂时以箱子案来进行侦办 而田狱长目前的身份还是被害人 六名囚犯引弹自禁 留下不完美结局 这过程中到底谁出包 下总统下令查办 熊剑也开始追究责任 除了行政体系的预政疏失 还有预方的刑事责任 最初田狱长自愿当人质 被当英雄说很英勇 但现在有人质疑 这种换人的做法根本是大错特错 建立了伙伴关系以后还不错 我自己定位我是处理者 做得不够好 所以都没有把流血事件给他制止 田狱长说会换人质真的是不得已 但有谈判专家私下就说 人质身价影响谈判的困难度 对方筹码越高越容易狮子大开口 如果要攻坚也会让警方投鼠忌气 而田狱长被挟持 也造成预方群龙无首顿事决策者 实在不是正确选择 但负责侦办的雄检超低调 我们目前就是相案在处理了 所以如果将包括目前 已经开始在做行政调查 过去典狱长陈世智 在云林以反节育演练闻名 如今竟成了史上第一个肉票典狱长 甚至连有没有被枪指着头 都和同样被挟持的介护科长 说辞都不拢引发质疑 也成了检方的追查重点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